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晶 那今天啊很有趣的是要跟朋友们介绍一位 如果各位朋友在寺庙走访的时候啊 你们就会在那个门口看到 有时候是在门口 大分在门口是吧 对 就看到一个黑色的旗子 然后你们知道那个旗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还有它的作用是什么吗 那我们这次真的很难的邀请到 台湾少数就是真的用手去绘制黑旗的创作家族哦 是家族吗 可以这么说哦 来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来跟大家解说这一支神秘的黑旗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那我们就先来欢迎就是我们绘制传统黑旗的郑士琛老师 耶 然后还有就是我给他封号是黑旗新创艺术家的郑玉璇老师 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真的很难得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访问到两代黑旗创作者 那我们相信这个月的主题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就先来请教就是郑士琛老师 士琛老师就是请大家请老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解说一下什么是黑旗 大家好我是郑士琛 等一下那我还是跟大家讲看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士琛老师家 然后有时候大家如果会听到一些什么汽汽车的环境 那个都是很自然发生的 对因为这是我们节目的最大特色 好那不好意思老师打扰了 不许就继续 大家好我是郑士琛 今天非常荣幸老师的邀请到我们家里来做个反弹 这样子谢谢老师 那个黑旗就是我们庙里前面都有一只黑色的旗帜 对 我是跟那个我们的老师柯天将老师 就是吕山华派的柯天将老师所来研发出来的 因为柯老师很很棒他都会教我们怎么画 是柯老师 对柯天将柯老师 是那他算是就是他那时候是在哪里 那时候是在台南的他是台南露宫舊的人 露宫舊 是就像信仪街 对对对对 吉福宫那样 吉福宫那样对对对 他是在那里用的在那里画黑旗这样 他参加他在海外苗后的时候 后来我们在那里接触他接触的时候他都在画黑旗 我刚刚跪在那里的时候 他开始叫他在那里开始在那里画的 等于就是因缘忌惠就是了 那那时候接触黑旗就是等于是你小时候就是先看到黑旗这个东西 然后您是产生好奇 不是我是生育我都在廟宫在庚教啦 庚教教教老师他食材很久了 后来的时候老师一天他刚刚在桌上那里画他的黑旗 有话说老师你画这个没传承夾了 就这样来说那比较少人在学啊 我们中文秋冬啊 是 后来都这个因缘都开始对他这样画 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的黑旗都也是以我们卢山派 卢山派 卢山派喔 卢山派我都说卢山 卢山派高的这个魅都一走啦 因为很多很多中文的卢山派不一樣 那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黑旗这个东西 40 你40多分 我三 我完成了做一个那时候用的 36 36 36 对 要36 现在几岁 现在54 所以 那接触黑旗等于是已经有快20年了 36 14 14 有啊 有啊 哦 这个故事很历史耶 如果就是这些节目的朋友 如果你30、10岁 你要学一个新的东西 表示你学了20年 其实还是像郑老师一样很年轻 真的 所以怎么样都是有那个机会的 好哦 那您在学那个 就是跟柯老师柯田 柯田教老师学那个黑旗的时候啊 有 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 那个黑旗这边跟什么有关系吗 它是跟什么神明有关系 玄天上帝 黑旗其实是玄天上帝的法器 是 他是这样的 玄天上帝的 玄天上帝的法器 那玄天上帝的法器它是有什么作用 比如说有些法器它是 搞勾魂吗还是它是会有法力还是 那个不一样 那个玄天上帝的黑旗其实叫做黑旗的啊 可以细分为五种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的黑旗 卢山法派的黑旗 它其实主要用途是 就是替神明开录 是 就是 扫除一些污秽的啊 要给大家的 牌旗说 我们这里有神明要来哦 你什么旁边哦 不等会去我收起哦 哈哈哈哈 还有一种是 鸡桶的黑旗 就是鸡桶拿在手上 对对对的黑旗 还有一种就是它传说的 没人看过 就是 亡魂 他要伸渊嘛 就是 是农历七月之后 给亡魂伸渊吗 不是不是不太一样 就是 我如果是寒渊 寒渊而死的 他就去那 冬裕大帝 清他的黑旗 他出来要报仇 那是无形的 那都没看到黑旗啊 不过那是这个古书啦 就几股深渊的概念 对对对对 Oh my God 真的 所以 他深渊 然后那个冬裕大帝 就是管 掌管地狱的那个神仙 他就会出面帮他 调节 来这只鸡子 让你 让你能去 你能去报仇啊 是怎么 还是说你能去处理 上去人间 然后跟什么 其他神明说 我有这个 神明要收 我们要问神啊 起来结果他说 我是有清靈的 他就说 他就想说 我有申请的 对对对对 这好像那种上方宝剑的概念 对 所以都哭 靓太酷了 然后所以这五种旗子 除了那个亡灵的黑令旗之外 都可以称为黑旗 是 那其实它有共同的用途就是 推携压杀 护国右鸣 都是好的一个意思 喔 就是报仇丹 我們現在要說的就是黑期 就是我們說的照到黑期 照到黑期 所以照到黑期就是我們一般看到都是黑底 然後白色圖案的 對 但是五銀席或是少路席或是基銅的黑令席 他們其實是有其他種顏色 基銅的黑令席金門為主 那金門的話它是以四方形為主 然後上面的字有可能是用紅色的 然後寫個令 我忘了看過就是當機器當機 對 安平也有 那個就是基銅的黑令席 是 那少路席是在轎子上 轎的前面 然後會有一個很長的竹子 要這樣掃的 上面會有竹葉 竹葉鈴鐺 他就說新民要來了你就快走 那你如果要新民要來 也是有這種意思 不過台地上是 他就說 他在恩經來 他在掃的時候 那些拍片就說 我來招出你竹葉就沒問題 那你如果真的有關係 有在那裡 他也會跟你交來講 說看你有什麼為苦啊什麼 那都是你的作用 就是要出來拍蓋 對對對 叫平安 這個露露露燒龍 是怎樣 以前的鳳鴨出孫 人家會穿櫃教 我有四香球啊 什麼那種概念 然後就是那種壞東西趕快上邊 對 對 你不可以撩亂到 我經來的臨人八生 那那個有分大教嗎 因為我之前好像有聽 有人在訪問那個 大教 有一種是大教 有一種是神的教 你說的就是像我們說大教 大教也是要 他也要學去家 但是大教去看到 都太收到那麼多 太收起來 像我們的冠神王七月十日 八月十日他就出離收 對 他有方法喔 他有方法說 你有玩笑的來這裡定義 來這裡寫 是要說我 我要先玩要做什麼 他有先放放 放過 不過你如果都沒差 他去看到他就把它收起來 把它收收收 就是那個就是 有什麼事回家再說 對對對 帶回家再說 然後沒事的話 就是放你走這樣 他就把它收起來 看你有什麼玩笑 有什麼什麼 講給聽 所以 也很年人化 不是說看到就要把它收 要把它摘 因為你對你就是 你對海南 對 鳳鴨要留一個 譬如說要收來做鳳鴨平常 你還沒來 你還沒來就要把它處理 對 他還是會有留人情面 對啦 也會給你留一段 給你有一個香煙 因為神明就是很持非為懷 那我抓你過來 你可能是 你作亂 可能是因為你不舒服 或者是 對 你有一些 講不出來的原因 那我聽你的原因 心情不美麗 對 我幫你排解完 欸那你可以納入我的軍營裡面 好不好 你又不要 好那 你要嘛就是去同拍 要嘛你就是白目嘛 就被處罰這樣 對 其實真的很人性化欸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心情不美麗的時候 我們也是需要找人家排解 或者是真的找到那個 就是好的朋友去幫你疏通 對 然後 然後就是 可能這個在靈界來講 他就是神明 然後就是會來幫你這樣 嗯 那那個五銀旗就是跟掃鹿旗一樣 掃鹿旗之後 把他收回來 這些神鬼 收回來 變成他五銀裡面的部隊之後 他就是用五銀旗是不是 嗯 因為五銀旗是不是就是那五隻 就小旗子 對對對 對對對 五銀旗 那五銀旗他其實就是像神明 他會說來我們東邊的出去 然後西邊的出去 然後就會舉各種不同的顏色的旗子 就是以前 東西南北 對東西南北中 然後就是配合 四 欸五種顏色 五種 那就是我們古代的什麼 哦 就是一個方位 對 然後一個旗子的顏色 就代表一個方位 對 然後他就會鎮守你這個區域 有一點就是家城家門的概念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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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黑旗呢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昭君黑切點 他就是將軍最大的那一個聖民的 嗯 對 因為他鎮守在廟的那個建築 對 他有點像是在廟的前面 是 然後就鎮守在那裡 第一個是有威嚇的作用 是 第二個是告訴這 那個 不好的東西 就是說 欸我這邊其實 是有人在鎮守的哦 是 是有旗子在這裡 就是差略其實讓大家知道說 我這裡是有主神 在照顧這個境內的人的 這邊是有人在管 這邊是有老大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有個總統 不要亂來 對 所以 黑旗其實認真講的話 他上面也是有五星的概念 在上面 就黑白黃紅 是 那 青色代表木頭嘛 就是他的桃枝 是 所以他組合起來剛好五星 是 所以照到黑旗他其實五星 涵蓋在裡面 就是 五 對不起你可以再解釋一下五星 五星就是 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的五星 那香的就是 白色 金色配白色 木頭就是 青色 是 水就是黑色 是 火就是紅色 是 土就是圍鐘 鐘就是黃色 黃色 那我們的 我們的派別啦 對 就是會有 白色 黑色 紅色 黃色 四色 在裡面 那人家就會說 那你又沒有青色 為什麼 會說你有五星 其實青色就是代表木 木就是 草紙 黃色 所以我們的照到黑旗 那些感覺 那些感受 你們五星會孫 就是一項孫 木火土金水 就相生 不要相剋 對 像這個概念 比較會 黑旗 這個環境大區域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 就是風 風調雨順 是 都有 然後所以黑旗 他整體看 不是只看旗面 其實也是要看他的旗幟 對 一組的 一組就是這樣 對 是 好喔 那其實像他的神性 那像黑旗文化的脈絡 台南這邊你們是說有 大概有幾個派別 還是說整個台灣 三大派啦 對 是很多派別 所以說三大派 最多有三大派 是 我們聚焦在台南的話 因為台南算是蠻大宗的 對 台南很大宗 對 他其實原始源頭是從 一共是從大陸 紅紅那邊 對對對 黑旗的這個 都從我們 福建 朋友 那邊過來在我們 台南 對台南 發出你的笑話 台地上是我們在台南 台南最大宗發出的 老師您剛才說修法 修法團 修法團就是人家說法國的 可是我們是講的是黑旗 那修法團跟黑旗 修法團的頭前就一定有一支黑旗 哦 對 一定要有一個黑旗 所以修法也會 所以應該照道來講就是 我知道小法就是在敲鼓 然後唱歌 是 唱歌對不起 唱歌 然後他們等於是一個團體 然後那個黑旗等於是 那個小法團的一個精神象徵 欸 是 正說他的前導 前導 所以就是唱小法的其實以前 唱小法的也要學黑旗 是怎樣 應該這樣講好了 比如說我們在看黑旗的話 是靜態 對 那在小法團裡面的運用 我們稱為動態 黑旗的動態表現 所以其實小法團這個歌 跟黑旗裡面的圖案是有關的 對 比如說他唱的是白旗 張太祝 對 露旗的三太祝 還是什麼他唱的那個條文裡面 那一支黑旗裡面其實也有 對 阿來我們的說 黑旗主要是現天上帝 是 因為一條可以唱的是 合奔三十六觀眾 合奔三十六觀眾 你要唱他的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沒關係我們可以下一支 好 OK喔 好酷喔 原來我一直不知道 我只聽錯 我之前因為我知道說有小法團 可是我不曉得小法團 原來跟黑旗是有 有這樣的關聯 緊密 對 那等於就是一個是合唱團 然後那個 等於是那個黑旗就是有點是 那個合唱團的節目單 指揮部 指揮部 節目單也算 哇 扣幣了 好 那 對啊我幫他講派別 我幫他講派別 派別 派別 對我一天好都在歪樓 好 派別的話其實 我們聚焦在台南啦 是 因為剛剛有講到他其實從那個 福建啊 澎湖這邊過來 然後 就像蒲公英或是什麼 然後就是 定點在台南之後 開支善業出去 對 在各地 那所以我們是覺得 台南為主要 那以台南來說的話 我們發現黑旗可以分為三大派別 跟其他 那三大派別 就是一個 是我們 魯三法教 就是柯天將 蜀公 是 蜀公的版本 就是 南春 保安金的版本 就是我們說的 黑金套 對 的版本 他的 畫起來的是 比較優柔的 那我們的是 更優柔 我們叫做複雜的 對 我們是複雜的 複雜的 那還有一個是何毅堂 他就是很剛強剛硬的 腳腳的這樣 腳腳的 對 那其實就是 是 他這三大派門 就是說 他們的三行 黑旗 都很有特色 就是說 國人 譬如 王經靠的黑旗就是 他們出來 夾處理的 是 騙裡頭的修法團 他們都用他們 王經靠的 他也不會去用到 我們路山的 他也不會去用到 我們岩伯 我們這個何毅堂 我們這派門的 是 他們就用他們的 啊何毅堂 和裡頭 處理的修法 他們就用他們何毅堂的 所以這個黑旗處理 你看到什麼 喔這派修法是 這是哪一家的 對對對 這是因為是說 三大派門 人家的 人家的 都有 都有個人有個人的派 是說 我們幾個你說 三個比較大派門 所以 黑旗如果 這三個派門出 台地上看就說 這是 一個人的黑旗 是這樣比較好辨別 我覺得這真的很符號學 對對對 就是我們其實在看符號 有時候就是 那個立委 立委不是都穿背信嗎 那看什麼顏色 你知道他什麼黨派 或者是他什麼議員 對 那種概念好像如果 用在黑旗這邊 我們是看他上面的紋路 跟圖案就知道說 他是哪一個門派 哪一個派別 而且 他其實是有他的 藝術性存在 他的藝術性就是在於說 你要怎麼樣去欣賞他的 他的Logo 他的符號 然後去了解 我原來這樣的Logo 哪一個門派 哪一個派別 是的 因為他會用這樣的筆觸 或這樣的紋路 其實有他帶 有他這個門派 個性 個性的代表性 對 我覺得聽起來 我好像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對 像這一組就是 我們黃金靠的 黃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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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有七星簡單 然後這就是何義堂 就是我們說的角角 然後該有的元素 大家一樣都有 有七星 七星 二十八星數 六丁六甲 都一定會有七星 都有這個 所以大家的元素都一樣 但是就是畫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相對的就是 我們像宋江鎮 黃金靠 黃金靠 青金靠 黃金靠 就是這個 出去了 我們就知道 它是居住的 對 所以我們去收集 很多種 台南很多種 真的很有趣 而且我們要去知道 這個我們才會知道說 怎麼樣去閱讀這些符號 然後去知道說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 淵源跟脈絡 是 然後其實大家的元素 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有相同的元素 但是我們畫起來都不一樣 對 那就它的藝術性跟它的 我們現在教育圈常講的素質 你要懂那個 你要讀懂它的符號 它的故事 你就有 裡面你就會讀懂 你就會對這個文化產生素養 是 對 這就是所謂的文化素養 大家都知道 你看看我都合併平安 所以這也是一個祈求的概念 對 真的 像前面我們講到的就是 驅邪鴨煞 不服用你 就主要就是 脫離不了這個保衛家國 就是期待有這個境內的 平安 是 只是在於 像兩位這樣一個 就是傳統藝術跟 黑琦的一個 會者 你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呈現它 嗯 對對對 這邊特別講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剛講三大派別 是 就是 我歸類為其他派別 嗯 那其實講其他 很難去就是 我自己覺得很不禮貌啦 就講你們是其他類別 但其實不是 是因為我們很難去歸類 因為太多種類了 譬如說我們的 潘潘有名的廟 西羅殿 西羅殿 他的黑琦上面是金色的 他的太智是金色的 我有問他裡面 人 人 他們畫筛叫燦鴻筛 燦鴻筛 他畫金太吉 他是覺得說 黑琦就是神明一樣 他畫筛 我把他貼金色的 或是想你把他按金 給他 欸 三天那個 就是 色彩一樣 不好意思 等我一樣啊 哈哈哈哈 對 我們如果是大雙台的 他就越差了 我們大雙台 呃 北極電 酒靈的北極電 他就是 簡單的 雙面七星 你就有感覺到那個 威嚇很 鎮壓鎮靜的感覺 就是 我很簡單 但是你 你不敢 像我這樣 簡單簡單七星而已 不過就是那個 威力 在的 你看著圖騰 就會覺得說他是有一個力道 對 然後你會 敬畏吧 會有更敬畏的感覺 就是 我很簡單 但是 但是我很兇 很有力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不跟你囉嗦 那種概念 對 所以其實台南 很多都可以去 看廟宇的 譬如說我們說的木雕啊 然後或者是 檢年啊 對 彩繪啊 明朔這些等等的藝術 其實 台南的黑琴 也可以去觀賞看看 因為它是一個就是 總是在外面風吹日曬 但很少人去研究 然後有的人還想說他吞色了 那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一塊布這樣子 對啊 但是沒想到說這一塊布 它其實有很大的意義跟象徵性 故事 對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鄭老師們 帶來的黑琴 有關的歷史還有派別喔 你看啊 這小小的一面棋子 可是其他 就是大有來頭 而且他其實還有分很多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有昭君的啊 然後武林有掃鹿的 然後有姬童的 然後甚至還有亡靈的令旗這樣子 那我們下個禮拜呢 會邀請兩位老師幫我們講說 黑琴上面這些圖騰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開始去 廟裡面開黑琴的話 你一定會發現說 他為什麼很多圈圈 然後很多字 那我們下個禮拜 就要請老師們 來跟我們解說一下 這些文字上面的故事跟意義 那我們今天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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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你們還喜歡嗎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卻遲遲不知道 從哪邊了解起的文化 或跨文化相關主題 都非常歡迎您傳簡訊 或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邀請 從事相關工作的老師們 來節目和我們分享 他們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謝您聆聽我們的節目 並且感謝這次的 節目後製張永橋 行政執行陳文如 兩位堅強的後盾 讓節目得以順利進行 同時也非常感謝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對於本節目的肯定與贊助 我們的節目 將以一個月一個主題的方式 邀請從事傳統藝術 文化相關的朋友 來和我們聊聊 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請正在聆聽節目 也請正在聆聽節目的你 不吝惜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禮拜頻道上見 拜拜